真是太幸运了 如果长江不劈开奎门 四川盆地就变成湖泊了 四川盆地是一片被群山环抱的土地 它不仅孕育了灿烂的巴蜀文化 还造就了令人向往的天府之国 当我们回溯这片土地的岁月长河 发现其地质历史中曾是一片浩渺的海洋 如今的四川盆地之所以成为富饶的平原 离不开长江在奎门劈开的一道出口 今天就让我们来了解一下 观看中不要忘记点赞关注 1.奎门是如何形成的 说到长江无人不知 作为中国最长的河流 它蜿蜒曲折长达6363千米 自西向东 贯穿中国中部 穿越11个省市区 最终汇入东海 在它的壮丽旅程中 奎门以其独特的魅力脱颖而出 奎门位于重庆市凤解县 使长江进入三峡的门户 也是通往四川盆地的要道 这里曾是七耀山山脉的连绵之地 但长江的冲刷却形成了渠塘侠 渠塘侠自白地山起至大西乡址 全长约8公里 以它的三岁 最狭窄 最短 最惊险 而闻命于世 关于奎门的形成 众说纷纭 有一种流传甚广的神话传说 称大雨至水时劈开了奎门 引导长江之水向东奔流 从此让四川盆地变得富饶 然而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 这是地窍运动与河流侵蚀 共同作用的结果 七耀山山脉的地窍运动 导致山体出现多处裂缝 水流顺着这些裂缝不断侵蚀 最终切穿山脉 形成了奎门 毫无疑问 奎门的形成 与长江及四川盆地的诞生 紧密相关 曾经的四川盆地是一个内陆湖泊 低桥运动使湖盆周围的山脉逐渐隆起 湖盆则不断下沉 最终形成了如今的盆地 同时 从青藏高原奔流而下的水流 穿过了奎门 为四川盆地带来了宝贵的水源和丰富的土地 这些因素共同作用 使得奎门成为了自然界的一个奇迹 也使得四川盆地成为了一片充满生机的土地 二 四川盆地的发展水平 四川盆地坐落于四川的内部 为我国的四大主要盆地之一 它的面积有26万多平方公里 如果曾经它是一个湖泊 那它的面积将是全球最大的淡水湖 苏碧利尔湖的三倍之大 盆地内的地表岩层 主要由紫红色的沙岩和叶岩构成 这些岩石经过自然的风化和日晒 便形成了肥沃的紫色土壤 此土壤富含钙磷等元素 使其成为南方最为肥沃的自然土壤之一 孕育着四川众多的城市 如巴中 南充 随宁 滋阳 梅山等 此外 四川盆地还蕴藏着丰富的煤 铁 石油等矿产资源 是我国天然气和盲销资源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 从地形上看 四川盆地近似方形 万州 旭永 雅安 广元四城 犹如四角般毅力 它被青藏高原和云贵高原环抱 既有横断山脉为屏障 东有乌山作为天然的防线 这样的地理环境 使得四川盆地成为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防御地带 另外 70%至75%的雨水 集中在盛夏 形成壮观的滑溪与瓶景象 四川盆地的日照时间相对较短 全年日照时间仅在900至1300小时之间 为国内最低 高山阻挡了水汽的流通 使得盆地内的蒸发量仅约600毫米 这种丰富的降水和较低的蒸发量赋予了四川盆地天然的蓄水条件 而长江的年均入海水量高达9513亿立方米 占全国河流入海总量的三分之一以上 若在乌山建设巨型大坝进行拦截 四川盆地有望成为一个巨大的蓄水池 得益于丰富的矿产资源和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 四川盆地经济自成一体 自给自足 这种天时地利人和的局面 不仅促进了盆地的经济发展 还带动了周围如甘肃 陕西 贵州 云南 西藏和青海等地区的发展 长江的流淌不断滋养着奎门和四川盆地 使其成为了一片充满活力和生机的土地